德中市南区树役里长庄玉雄 2022年连任成功 却是履行职务一年多之后 被台中告封印认定 行为构成契约会选 判决当选无效确定 庄玉雄大声喊约 我觉得非常的不服 也非常的无奈 我们也没有什么对价关系 庄玉雄说明 有医院长期关怀长者 连续三年都会拿出 一万块的红包给长者使用 2022年9月 庄玉雄只是跟大家宣布 又有这项福利好康 但是却遭对手指控 庄里长承诺 带大家坐捷运吃好料 要带他们去坐捷运吃好料 其实我在这里向大家澄清 当天我绝对没有讲这些的话 对手指控 庄里长当选之后履行承诺 带长者搭捷运出游 还有吃饭 违反选霸法 对手因此提出告诉 24号二审定验荡选无效 法官认定庄玉雄以一万元 招待五十名长者 每人花费大约两百元 金额远超过文宣用品的价值 确实足以影响长者的投票意向 太中市选委会表示 任期未满两年 依地方制度法规定 数亿里将于三个月内办理补选 民事新闻林鲜明台中报道